再来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承恩 来 承恩 没事吧 大胆 居然敢伤太子殿下 踢剑子本来就是你来我往 我跟太子殿下玩呢 放肆 太子殿下可没说要跟你玩 无妨 我倒是觉得 你这花剑踢得很是好看 那是 我二哥贺清醒 踢得比我还好 我叫贺九龄 你就是那个贺良送去五花山学艺的女儿 贺九龄 是 九龄拜见皇后娘娘 公主殿下 太子殿下 上来坐吧 我听我爹说五花山都是蜈蚣蝎子什么的 宋灵很是好奇 贺小姐平时都在学些什么 你说什么呢 我是说贺小姐平时在五花山 你 你给我吃了什么 贺九龄 皇后娘娘物精 九龄所学三言两语实在是说不清 既然蒋小姐好奇 那不如让她亲身体会一下 师父平时教我吃药 我最拿手的就是一种叫体香的药丸 吃了以后呢 可以让身体散发出淡淡的清香 没有任何的害处 就算是如此 你这样做也太过鲁莽了 是九龄前考虑 说没有趣 那何时能闻到淡淡香气呢 马上 这么好的东西 你为何不自己吃 却给我吃 桃香 是桃香 太子殿下果然是我的知己 前调桃香 后调菊香 余香可绕梁三日吃 肃林告退 敢欺负我表姐 何九龄 你太过分了 母后 该罚她 不能罚 她我没做错什么 是表姐自己好奇的 况且我觉得何九龄有意思极了 我喜欢她 我要跟她一起玩 让她天天到宫里来 皇后娘娘 陛下要您携太子 还有女眷们入宴了 好了 都别闹了 九龄 等一下到了殿前 可千万不要再胡闹 要不然 本宫也保不了你 是 皇后娘娘到 祥禹 Julia 称丹能让 deaf吧 皇后娘娘 evolving ANTUS 乌廟 very 我说我说 贺九龄给表姐吃了一种 能让身体变香的药丸 然后表姐就生气了 父皇 她可太有意思了 以后多叫她来宫里 跟我玩玩好不好 什么是身体变香啊 她为什么会生气啊 那是因为 承安 我也不知道 皇上 皇上 小女长于山野 不懂规矩 若有冒犯之处 臣愿代为受罚 侯爷 贺良亲自给你赔罪了 贺大将军客气了 请 请 能让嘉林的太子和公主 又爱又恨 贺将军的爱女 倒是为妙人 今日与陛下商谈 我寻南与嘉林结盟 我看 不如嫁女到寻南 永结秦晋之好 这样 是是是 盟约会更加稳固 这位贺小姐 我看 该是我的雍王妃 你